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vin OK 所以首先呢 我就要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OK 今天呢 我就是要讲关于马来西亚的国庆日的一些东西啦 OK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 今年是马来西亚的第62年的国庆日 OK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 我就是要讲马来西亚的独立的来程 OK 一开始呢 马来西亚在1957年8月31号 独立的 独立的意思呢 就是没有被任何国家占领的 OK 它的来程就是这样子啦 OK 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 东顾 阿布团拉曼 OK 他就和其他团队 前往英国伦敦谈判 OK 它谈判什么呢 它就是谈判要求独立啦 OK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 东顾 阿布团拉曼是马来西亚的独立之父 它是被称为啦 OK 就是 1957年8月31号的当天 东顾 阿布团拉曼在 摩迪卡体育场宣布独立 他当时就念了七次摩迪卡 OK 我就来示范一下 东顾 阿团拉曼怎样念 摩迪卡 OK 东顾 阿团拉曼就在一个小舞台上面 过后 他就举下了右手 过后开始念 摩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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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七次 OK 就是很多人 出席在那个 摩迪卡体育场那边 OK 东顾 阿团拉曼就是 念一次摩迪卡 其他人也是更正念一次 过后念第二次 那个人名也是念第二次 就这样子啦 摩迪卡 过了那天呢 就是马来西亚开始独立了 至今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马来西亚独立了 所以马来西亚的每一年的8月31号 就是独立的天 算是马来西亚人的其中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每年的8月31号 就是有很多人民去莫迪卡体育场 里面就是有很多那些唱歌或者表演之类的 是给人家看的 然后就会挂很多国旗这样子 然后就有几个人在台上那边开幕一室 就讲一点关于国家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比较爱国的人在当天会唱国歌 或者是挂国旗、挥国旗这样子 很爱国的人 他们就会把一个大大张的马来西亚国旗 他们会放在他们车前面的那个银青盖 然后第二种很爱国的人 他们就会在他们的脸上画一个马来西亚的国旗 然后第三种很爱国的人 他们就会穿马来西亚国旗的衣服和裤子 现在我来讲一下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吃的 马来西亚有椰浆饭 炒果条 果条汤 印度煎饼 板面 还有很多了 马来西亚的旅游景点有 吉隆坡山峰塔跟吉隆坡塔 曾经为马来西亚光荣的运动员 雨秋高手 李仲伟 地球高手 麒科尔 达巫 OK 我就来表演一下 几首马来西亚的国歌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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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